因王室的凯特王妃最近似乎突然迷上了拥抱,在最近很多的王室活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她拥抱英国民众,而且看上去非常的热情。 有人猜测,凯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这和梅根有关,她是在隔空反击梅根的。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本周的皇室活动中,41岁的威尔士王妃很快就拥抱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周三,凯特王妃在学校参观时,祝贺普里特船长在南极州的探险打破了记录,他给了这位探险家一个大大的拥抱。 周四,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访问康沃尔郡时,他和他以前的历史老师重聚,这是另一个甜蜜的时刻。 虽然,梅根·马克尔在去年12月首播的王妃纪录片《哈里和梅根》中说,他对凯特和威廉王子不爱拥抱的习惯感到惊讶,但威尔士王妃的一位朋友最近告诉杂志,王室成员非常热情。 凯特很喜欢拥抱,这位朋友说,他热情友好,对每个人都热情拥抱和亲吻。 这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在王妃的节目中回忆起梅根第一次见到凯特时,他说威廉王子和凯特来吃晚饭时,他穿着破洞牛仔裤,光着脚。 41岁的梅根说,就像我是一个拥抱着,一直都是。 我没有意识到这对很多英国人来说真的很不和谐。 我想我很快就会开始明白,表面上的礼节,其实是在里面进行的。 在《哈里王子》的回忆录被Tasker出版后,凯特王妃和其他王室成员一直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尽管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指控。 比方说哈里在书中提到,哥哥威廉王子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王室向媒体泄露了具有破坏性的信息,但王室成员一直没有公开驳斥。 除此之外,38岁的苏塞克斯公爵在书中,以及一系列的采访中描述他的嫂子对他和他的妻子很冷淡。 在与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汤姆·布拉德比的谈话中,哈里王子回忆了威廉王子和凯特对他与前美国女演员梅根的关系的反应。 哈里王子说,不幸的是,我的哥哥和嫂子的一些行为方式让我觉得,那种刻板印象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障碍,你知道,在介绍或欢迎他梅根的时候。 王室成员不评论哈里王子的书是有现实原因的,他们不想让分歧和争端火上浇油,他们知道,在一份声明或简报中说的任何话都会延长他,他们希望事态尽快平息。 这种情况拖得越久,和解的希望就越小。 哈里王子在回忆录中,梅根认为凯特王妃不爱拥抱,非常拘谨,现在被凯特打脸了,都不记得这是梅根第几次被凯特打脸了。 上次梅根在纪录片中说,她不能穿鲜艳颜色的衣服,尤其是在比自己地位高的王室成员面前后,凯特等王室成员马上回击了。 之前,在圣诞颜歌音乐会上,卡米拉作为王后穿了中性色白色,而凯特作为未来王后穿了更鲜艳的枣红色,还有其他非正式王室成员也穿了这种颜色。 王室成员团结在一起,驳斥了梅根的说法。 虽然王室成员没有公开评论哈里王子的回忆录,但看得出来,他们对梅根还是有一些看法的,从最近的这两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 王室成员总是用一种特别低调的方式为自己撑腰,这样不会很张扬,是恰到好处。 没有人不知道凯特爱上拥抱的原因,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他这是在打梅根的脸吧。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英王查理三世五月份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加冕典礼,到时候会成为全球一项人生鼎沸的盛事。 典礼迫在眉睫,英王室却提心吊胆,如临大敌,原因自然是出在查理三世内部着调的小儿子哈里,以及撒谎成性的小儿媳梅根身上。 据外媒爆料,哈里梅根已经收到王室的邀请函,王室工作人员为此制定了ABC三种以上的方案,哈里一个人来,哈里梅根一起来,还是都不来,来应急处理可能突如其来的不和谐场面。 哈里梅根刚结婚时,王室为了颜面,选择公关掉梅根的过往历史,现在他们脱离王室保护,梅根那些不堪入目的黑历史一个个被挖出来。 外媒近日爆料,梅根在2014年写的《博客》的TIG里面,有一篇关于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大婚的评论性文章。 小女孩梦想成为公主,梅根在帖子中写道,然后坚持说,就我而言,我就是CRA,权力公主。 对于那些不熟悉80年代卡通的人来说,CRA是黑man的双胞胎姐妹,也是一位以力量著称的挥舞着剑的皇家反叛者。 我们绝对不是在谈论灰姑娘。梅根继续指出,在威廉和凯特2011年婚礼引发的公众狂热之前,许多成年女性似乎都怀揣着成为公主的儿时幻想。 成年女性似乎保留了这种童年幻想,她写道,看看皇家婚礼周围的盛况和环境,以及关于凯特王妃没完没了的话题。 梅根在帖子里面的意思,其实是非常看不起飞上枝头的灰姑娘凯特王妃,顺带还嘲讽那些还做着公主梦的成年女性。 这个帖子是她在作为演员身份的代表作《金庄律师》出演期间撰写的,时间是在遇到哈里王子的前两年。 这篇博文不仅表明,梅根确切知道皇室成员是谁,而且她还在多年前,就对君主制及其许多传统形成一些非常强烈的负面看法。 然而,在2021年接受奥普拉重磅黄金时段采访时说,梅根却自称,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对王室了解太多。 尽管当时,梅根的童年好朋友立刻就出来打脸,声称梅根在年轻时就被王室成员迷住了,但采访中的梅根眼里饱含泪水,处处可怜,惹了很多不明所以的观众对英国王室大家踏法。 在《哈里王子的新自传备胎》中,哈里仍然无脑地选择坚持维护自己的爱妻,书中写道,梅根对他的亲人几乎一无所知,甚至都没在谷歌上搜索过。 梅根显然是在说谎,哈里却还在预盖迷章。 哈里王子甚至还说,他的妻子都不知道安德鲁王子是谁,因为安德鲁拿着女王的手提包,梅根一直把他误认为是女王的助手。 网友连梅根作为游艇女孩,一起和安德鲁去玩耍的照片这种实证都扒出来了,哈里却还是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地里假装不支。 梅根的博客,The TIG这个网站里,分享了其从男女平等到他对慈善事业的热情等等方方面面的看法。 作为一名狂热的美食家,梅根还分享了食谱,化妆和美容秘诀,旅行建议,以及对他的名人朋友的采访,包括网球明星塞雷娜威廉姆斯和女演员普雅卡乔普拉。 2017年,在宣布与哈里订婚之前,梅根就关闭了该网站,将其描述为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演变成一个充满灵感,支持,乐趣和轻浮的惊人社区。 在英国王室兜一圈后,梅根暗示将来会在某个时刻重开博客,继续他的网红卖货生涯,创作的素材大概率会和婆家有关。 鉴于哈里梅根多次出卖隐私的历史记录,难怪英王室那些亲戚被隔应的连面都不想再见。 即便是在君主加冕典礼这种大场合里被迫碰面,也只敢和他们谈论天气了,即打声招呼,面子上过得去就是了。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哥儿姐煞费心机这次也恐无机会吸引关注,邀请参加国王加冕典礼,他们一定会有备而来,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抢风头,吸引眼球,收集王室隐私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这次他们应该不会成功,因为王室不会给他们机会,不会让他们接近国王和威廉夫妇以及其他王室高级成员,就像上次他们参加女王七十几年活动一样,捞不着如何有用的信息。 其实,哥儿姐能够嫁进英国王室,也是温莎家族适应现代化,努力体现包容的一个特征,他自己也常常讨论类似的议题,其中尊重不同文化是他作为混血王妃乐意标榜并为之奋斗的一个议题。 听说一开始老查只邀请哈利一个人回来参加加冕礼,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这次这样的邀请,对于内心极度自卑敏感的哥儿姐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又是一个生可啃熟不可啃,书能忍,婶都不能忍的王室区别对待,种族歧视的铁证。 但是王室很淡定,丝毫不怕你写进书里,做到节目里,因为英国老不欢迎梅根回来,其次也是彰显了查尔斯的爱子心切,所以一点都不怕梅大姐撒泼打滚,盼着就是你哥儿姐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呢,这更证明了不让你上阳台就对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